請農委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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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主委長 我想上個禮拜 我非常生氣 我覺得說 如果我們的政府 沒有辦法把我們整個的物價 能夠弄得很平順的話 那我想台灣人民 對我們的政府是失去信心的 我不同意剛才 蘇正清委員剛才的說法 例如他說 那個讓租就繼續在漲價 我想我們台灣人民 也不會接受 我在這裡請教我們 公平會的主委 因為農委會的主委剛才講 他說從 東午節到 中元節 會又是另外一個缺口 那本席想知道的 因為上個禮拜你們後來 對外講 主委你們要站在外面 你站在頭上 你明天我看不見 沒信心 你站在頭上 上個禮拜你們講說 兩個禮拜以內 一定要讓租價可以回穩 我不知道應該已經經過幾天的時間 你們確定可以回穩嗎 多久以內確定可以回穩 因為這個話是陳主委講的 可能請陳主委 所以陳主委自己負責 那個吳主委不負責 好 那那個陳主委來 陳主委 吳主委不幫你背書 好 那你告訴我 兩個禮拜內 你確定這個租價 會回穩嗎 我們會盡力來做 我們現在缺口的 少供應到市航來的3.5個人 我們把它補足 你們現在是找台糖來補 台糖還有 我們請這個農戶 要秩序的出租 所以我剛剛在講這個 鎚到145公斤風險非常大 我們並不是 我想說本席剛剛就講 我不支持那個鄭委員 剛才的那個蘇委員 剛才的講話 但是我現在本席要你的 要你告訴我們的是 兩個禮拜內 你用什麼跟我們保證 一定租價不上漲 這個保證什麼 上漲不上漲 公平交易委員會 主委不在乎你了 不然你現在要找什麼人 兩個職訊的委員 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想主委 你不能再跟我講 不同的看法 因為你政府必須要有主張 你已經告訴我們說 兩個禮拜內 租價一定不會上漲 那你就必須要跟我們保證 而且要做到 除了台糖 補充那三千頭 台糖三千頭嗎對不對 那以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 我們就請農民的租 要能夠按照秩序來出 體重過重的我們不排除 不讓他到交易上來 主委我知道 你現在是對農民 你對農民喊話 我們政策上還有什麼辦法可以做 那進口 你價格那麼高 進口一定增加 進口增加 對啊 進口你準備降低多少關稅 我們沒有說 呃 要怎麼降低關稅 它的價格如果過高的話 進口一定 這自由市場 進口會增加 所以我們從過去十年來看 但是現在大家外面很擔心一件事 你在進口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又讓有瘦肉精的豬肉進來 絕對不會 用怎麼保證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一定這兩件事是分開的 分開分開 那從那個時間點到現在 就是從豬價上漲到現在 你總共又進口了 豬的量數又增加了多少 我們現在正開始要進口 因為這個進口 你訂貨一直到來 大概要一個到一個半月 所以你們準備增加了多少 我們大概三千噸 準備增加三千噸 所以這兩件事是 一個月增加三千噸 未來缺口的時候 三千噸大概是每一天 包括從端午節到中元節 都這樣子處理嗎 對對對 但是你必須要保證說 我們在這樣子進口的過程當中 不會就藉這個機會 讓瘦肉精進來吧 不可能 保證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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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要加強檢查 所以我本席在這裡告訴主委 你作為中華民國農委會的主委 馬上要當農業部的部長 剛才所有人講的是說 要讓他再去啊 但是本席在這裡嚴正的 對您要求 請部長 農委會的主委 未來要當部長的 一定要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 來做這件事 對 這個我們會取得一個合理的價格 好不好 那本席再請教你一件事 包括花生也漲價了嘛 對不對 花生也漲 花生粉也漲價了嘛 對不對 然後 米也漲價了嘛 對不對 然後 米也漲價了嘛 對不對 米也漲價嘛 對 好 那上個禮拜你說 要去多少我也沒辦法 但是行政院長說 絕對不可以漲價 院長有特別講喔 禮拜五特別講喔 我還特別聽到他怎麼講 那我本席要請教你 好 院長講的 保證端午節我們的種子不漲價 那你上個禮拜是說做不到 不知道要去多少 我現在要請教主委 那你準備怎麼做 我們會增加不足的供應量 你要從哪裡增加不足的供應量 糯米我們就把我們掌握的大概7000噸左右的糯米就 你上個禮拜四就應該要講的嘛 蛤 你當農委會的主委 你 你不能院長 講的你才講嘛 不是 你本來就要做的事 那現在本席再請教你齁 馬上 清明節也要到了 你知道清明節在教我嗎齁 對 清明節要做什麼 今天掃墓啊 掃墓以外咧 掃墓以外咧 蛤 掃墓以外我們還要做什麼 掃墓以外就拜拜啊 蛤 要吃掃墓啊 那個不一定啊 那個看地區啊 我們南部有啊 北部就沒有啊 有通通都吃 客家就沒有 那只有客家沒有吃 百分之七數的台灣人民都要吃的啦 好 那掃墓的 你是哪裡人 我屏東潮州 你是客家嗎 不是 那你吃掃墓嗎 吃 所以你知道清明節就是掃墓嘛 拜拜嘛 吃掃墓嘛 對 拜拜的主要來源是什麼 主要拜拜的東西是 三生 對嘛 還是豬肉嘛 那些東西都要用 豬肉 豬肉魚 雞肉現在也漲價嘛 對不對 跟去年 比漲的多少 漲的多少 跟過年前是漲的啦 跟過年前 但是比去年漲的多少 比去年前 你不會去這頂那一半 這個館主會跟你說 他吃雞肉 雞腿便當去兩次啊 你知道嗎 對 你大概不是 我知道啊 你知道漲了兩次的嘛 對不對 我們有幾個 幾個這個 階段 供應量少 然後 需求增加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齁 那 其實對於這個像 昨天講這個雞蛋 我們又歷史新高齁 對 我們去比亞洲地區的這個 我們甚至比中國大陸都還便宜 雞蛋比中國大陸還便宜 一斤四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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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五十二塊啊 大陸真的五十二塊嗎 真的啊 那我等一下再去查一下 大陸 大陸的油跟店都比我們要貴 那個主委 這顯然一件事就是說 你不能把大陸貴 變成我們這裡漲價的合理的理由 不是 這不是合理的理由 主委我本席要求你 尤其是 花生的部分 雜糧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缺口補上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主委你不要給我扯到說 大陸還多少 大陸多少是大陸他家的事 現在我講的是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事 我們親民節一定要用的東西 請主委 保證 現在公平交易委員會 沒要接力了 他在你送給他 他沒要接力嘛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找法務部來幫忙 我想這個我們會用 許多辦法 你要不要找法務部來幫忙 讓我們的物價維持在一個合理的範圍 哪些方法 合理的範圍 對 我們會增加供應啊 會增加供應啊 增加供應 那你前面為什麼不增加 你從哪裡來增加供應 就像糯米我們現在手中農糧署油嘛 那你說花生 花生我們大概在四月底五月中旬就開始收獲有新的啦 四月中旬 對我們每一年花生在這個時候 四月中旬的時候清明節已經過掉了 短魯節花生才多耶 什麼 短魯節花生用的才多啊 清明節也要用很多 清明節你在吃輪拼 你一定要吃花生粉啊 那個不一定有用耶 因為我比較怕甜 所以我就不做 但是你的問題嘛 主委你不可以拿你的標準 很多人這樣子啊 很多人這樣子 很多人這樣子 那個卵拼沒有花生粉 哪裡像卵拼 不香嘛 你不能拿你的標準 那你不會跟他們講說 乾脆去弄糖粉 我想 他弄花生粉 有他花生粉的原因 對對對 欸 主委你這樣就沒像主委了耶 你這樣子就不像主委了耶 你怎麼能夠跟我們講說 那花生粉造的你就不要用花生粉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這樣講 那你要怎麼講 你再重想一次 我們會提高他的供應量 讓在市場上的供應量增加 我們還有一些庫存 我們會釋出 哪些庫存會釋出 現在民間的發生大概還有兩千多噸 還有兩千多噸 對 所以 我想主委 這就是問題所在 你們明明知道有兩千多噸的發生 你也讓他去囤積 公平交易委會的主委 如果不跟你背書的話 那你起碼把華為部來跟你背書嘛 我想民間的 你也不能讓華為部閒在那裡嘛 對不對 民間他買了以後 他也 這個負責這一段儲存 我告訴主委 你那個花生晃太久 會有黃菊毒素會產生 那個還會有問題的 我們會檢驗 所以我希望 一年再收一個 你不放是怎麼 公平 不是 現在會把你村子拿出來嘛 你不要讓他再繼續漲價嘛 對不對 我想這個不 主委你跟我 什麼 是 是要講大聲一點 你剛才就可以講的嘛 對不對 你還跟我強辯說 那個一年等四月 四月中醒 四月中醒 親民節已經過掉 所以本席在這裡 要你 主委在保證 你親民節 我們所有 論餅 拜拜的東西 會不會漲價 我們會 這個 供應足夠的貨源 來 這個 平穩他的價格 好不好 希望主委能夠做到 好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李清華委員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